10天她就出獄 當然是到手 為何我們今次會說這個故事 因為她快要出獄 她也說明她會回到 她們居住的地方叫京畿道安山區 因為掃緩女生的家人也居住在那裏 她也居住在那裏 所以不單是掃緩鏡 其實整個安山區的人都很害怕 你這個變態狂魔出來 這件案件真的令我們明白 有些事情不是坐牢就可以解決問題 因為壞人坐牢後 如果不擔保她變成好人怎麼辦呢 我們的社會是否需要監察 去監視這些不好的壞人 所以有時CCTV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我覺得在目前為止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例如你看內地 現在自從全國到處都有CCTV之後 我們很少再聽到有甚麼大的罪案 甚至少的罪案都沒有 就算你駕車也不敢駕快車 因為周圍都是CCTV 不用有人截你 其實根本就一定會拍到 而且不能假裝是別人駕車 很清的 所以你真的完全可以倒絕了很多罪案 國內既然難度做得這麼好 那為何香港人都會不會做 當然不好吧 好的東西為何不學呢 沒有的 所有內地的東西都說不好的 所有英美都說好的 但英美明明比我們更多的 其實天眼大得的地方 都是公開的地方 公共場合 不會去影廁所 有甚麼害怕私隱讓人知道 隱私難道對於人身安全重要嗎 對呀 真的很對 你用稱來稱這件事 當然是公眾安全重要 剛才也說了 其實歐美有排人面識別 早幾年他們在愛爾蘭共和軍 大家都知道在英國那時街頭放炸彈 其實英國為了應對蘇聯 其實神早已將一個人面識別系統 加進了CCTV 香港那條燈柱是沒有人面識別的 都被你講了 我們現在香港好像很落後 對呀 不知道因為是誰 不是因為我 對呀 所以CCTV 我想所有 無論是外國也好 來地也好 已經證明給我們看 是一個令到我們市民覺得 生活安全的一個 現在最新的科技 為何我們不用 為何還要打爛它 為何還要反對 沒有 絕對人都想起來 在旺角有些人在高空 就臨一些強勢 還要追求你們 很多人走的時候 最多人的時候 臨下來 很多人中招 很多很多單位 遊客也有中招 遊客中招 遊客最小的時候是四、二歲 難道一對一擺放 難道每個大廈擺放人 所以就安裝了CCTV 在旺角 就是天眼 用來看清楚究竟 會否有這些人去做 當時是 尤其是旺區議會 批准了這個撥款 是為了大家的安全 裝了這些影像 其實這件事真的… 大家都知道 區議會舊年發生了甚麼事 變天 變天沒有問題 道理也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為了保障香港市民 甚至會離香港的一些遊客的安全 這些CCTV必須留在這裡 但不是 這個遊尖旺區議會 在今年最空洞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拆掉它 為甚麼 他說因為監視他們 他們有甚麼遊行示威 黑暴那些 即是他是明星 很英俊 為甚麼要監視你 還是自己做了甚麼 不見得光的東西